为了提倡现代文学阅读与写作风气 发掘优秀作家及作品 以及肯定对华人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新闻传播者 公益信托星云大师教育基金 将在今年颁发第三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以及第五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 此次的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将邀请专家学者组成评奖委员会 评鉴参选的文学作品 并选出贡献奖一名 奖金一百万新台币 历史小说创作奖三名 最高奖金一百万新台币 报道文学创作奖三名 最高奖金二十万新台币 以及人间佛教散文奖十名 每人奖金五万新台币 参选作品收件时间为7月1日至8月31日 海内外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 不限国籍地狱 只要是以中文写作的作品 皆有资格参赛 星云大师以及佛光山 所有的法师都是希望 能够通过所有文学创作者的 一个努力 能够在生活当中 更深地去挖掘美好的东西 能够感染人们的心 与此同时 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的 参选办法也已对外公布 此次的新闻传播奖 为全球的新闻人设立了华人世界终身成就奖 奖金新台币200万元 此外 评奖委员会还特别针对海外地区 设立了传播贡献 即新闻教育贡献奖 两至三位 每位得奖者将获得奖金100万元新台币 新闻奖的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31日 设立这个奖项 也希望所有的新闻工作者 能够去在生活里面 更多地去发现社会里面 真实美好善良的一面 同时给那些读者和观众一个鼓励 上述的两个奖项的颁奖典礼 都将在今年11月下旬举行 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以登陆公益信托 星云大师教育基金网站查询详情